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个难得的女众豪杰 虽然败在我的手下 但这样的勇气 就算是男人也未必能及 我若是砍下他的头 恐怕要被天下人唾弃 不如还他一个全尸吧 是 韩世忠知道之后 肯定会来救 准备伏击 是 驾 四太子 皇上觅诏 让四太子速回 出什么事了 沾汗要返 快走 大牌 敬江 叶矫 h 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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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把他葬在这大宋的山河之间 我替你准备好了 皇爷 北府送你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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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边 employers 北府送你最后一程 按照我之前的部署 听我号令 准备 走 快 快 下 下 将军上了 怎么样 布置好了 请将军放心 兵力足够吗 绝对够 对付龙四某彻彻有余 好 再站位等候 是 好 是 宣完颜胆进进 是 是 四太子 老四 你可来了 皇上怎么样 我们都没见呢 满眼胆进去了 怕是由他继位吧 没事吧 兄弟 我的兄弟 待会不管发生什么 你一定要站在我这边 知道吗 宣四太子进阶 宣四太子 来吧 皇上 是我呀 皇上 我是乌珠啊 来 吴主 皇上 皇上 您找朕欠你而归 是不是有话要跟臣说 你 听我的话吗 皇上 不论什么时候 您都是臣的皇上 您的话就是臣的圣旨 是 您是想告诉臣传位的事吗 您是想传位给完颜大安 你和湛涵 我礼部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将 你和湛涵 但大天下和治国不是一回事 完颜胆虽然年纪轻 但 但他天资聪慧 熟知金人和宋人的文化 他将来一定是个好皇上 我把王位传给他 吴卓 你 一定要 好好的 服 服装他 皇上 您放心 臣誓死效忠兴火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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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皇上遗诏 当年太祖病逝 太子完颜宗郡年幼 所以游朕继位 太祖临终前 朕答应他 等宗郡长大成人 就将王位还给他 但不幸的事 宗郡像万千大金勇士一样 年纪轻轻就战死沙场 完颜膽乃太祖皇上长孙 他天资聪慧 熟知金宋文化 归还王位是秦里所在 朕死之后所在诸位 应以对待朕的忠心 对待完颜膽 从圣旨颁发时 完颜膽就是你们的皇上 钦此 朕药贵 父皇病的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怎么知道 这是不是他的意思 或者 这根本就是别人的意思 朕药 皇上您死前跟我说 王位就是传给他的 朕竹 你混账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他在说一个臣子该说的话 老大 你不要再闹了 这里有你什么事 他们就是你们串通的 朕药 这是皇上的遗命 甚至是皇上亲手写的 没有假 你们三个好好辅佐心吧 大金必能称霸天下 闯到万事极业 万事极业 万事极业 我们在外面流血拼命的时候 他在干什么 他凭什么 老四 你告诉我 哥哥 你不要再说了 你闭嘴 这里没有你的事 没什么事 臣愿辅佐武皇 繁荣大金 一统天下 臣愿辅佐吴王繁荣大金 一统天下 臣愿辅佐吴王繁荣大金 一统天下 老四 这个皇上我绝对不认 你是跟我还是跟他 朕海 先皇让我带着铁富兔回来 是想让我和你一起辅佐信火 不是自相残杀 抬成人 能谁是他的胖 一键是哪个发简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子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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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他是我哥哥呀 灵儿 你要知道 他是你哥哥就是我哥哥 但是在这种关头 就是我至亲也得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答应我 以后再也不要伤害哥哥 杀了人不是都过去了吗 还答应你什么 你真的觉得都过去了吗 可是我 我担心哥哥他 四太子 哈密赤求见 让他进来 是 大宋的内乱已经平定了 岳飞的动作这么快 看来岳飞已经急不可耐地想收复中原了 上次咱们南下 之所以我敢搜山捡海 是因为大宋的臣子和百姓心不齐 大宋的臣子和百姓心不齐 互相勾心斗角 现在大宋内部里顺了 咱们再打就不容易了 虽然只是半壁江山 但他照够做得已经很稳了 但咱们呢 咱们的心不齐了 如此下去是咱们怕他们 还是他们怕咱们 就很难说了 四太子 有句话说得好 养虎为坏 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应该早做打算 现在已经不是养虎为话了 现在这只老虎已经飙肥体壮了 等它恢复了野性就难办了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我要是出兵的话 我不放心沾寒 四太子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要不然这样 我们可以让刘豫先率兵去攻党大宋 让宋人吃不好睡不香 等到我们大金军民一心的时候 再派兵 将宋军一举歼灭 也只好如此 让刘豫联络一下两湖的匪靠 向阳连接两湖 大宋半壁就尽在掌握了 是 你别看金人打的败仗 可贼心不死 一方面在国内养精蓄锐 同时又支持那贼人刘豫 那刘豫 建了个国中国自称是齐国皇帝 由于有金人给他撑腰 势力是越来越大 接下来 那就是得看我们岳大将军 外平尾棋收复襄阳六郡 让刘豫 岳将军良心求见 梁兄弟 你怎么来了 岳大哥 各位兄弟 韦奇和两湖的匪靠 正在私下结盟 准备攻打大宋 听说两湖的洋谣工夫十分了得 而且手下有几十万人 此次攻打可有金人为之后援 我去密会上打探过 没有听闻金人派兵 岳大哥 为其在金人的帮助下 攻下了襄阳邓州等地 此次又联合洞丁湖的洋妖 形成南北驾激 而且江汉之地也在他的掌控之中 这样一来 南宋的大后方也就岌岌可危了 是 为伪其之事 我曾多次上书朝廷 襄阳六郡 原本就是我中原版图上重要的疆域 不如我立即上书朝廷 请求出兵将六郡收回 好 好 岳大哥 我这就派中印社的兄弟去襄阳打探 有劳了 告辞 你不能把这些人都走 再打探 你能把这些人都走 你不走 这些人都走 我去那里 我去那里 找到洋妖区 你怎么走 你怎么走 我去找一位 启禀皇上 韩世忠将军求见 快请 遵旨 臣叩见皇上 韩将军快快请起 谢皇上 此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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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国夫人的事 朕实在替你难过 如果爱卿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尽管跟朕开口 皇上 老臣前来 是将请兵被罚 请皇上恩准 韩将军 你是日夜兼程赶来的吧 是的 乃乃书 秦总 我们慢慢说话 谢皇上 上茶 是吗 谢皇上 金人在我宋土之上烧杀抢掠 多年来结下无数仇怨 武币 你要 export 他的巧思 田臣 乃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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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 韩将军此刻的心情 朕非常明白 朕的发气 也是死在金人手里 朕现在每天晚上 都会梦见他 妹妹醒来 心如刀绞啊 皇上 老臣齐刻带兵被罚 请皇上恩准 朕不是不想被罚 朕何尝不想手刃仇刃 但你知道吗 朕从登基那天起 就已经身不由己 朕身为当今天子 万事都要以大宋设计为重 我大宋本是富庶之地 但朕登基之处战事频频 国库空虚兵力孱弱 此刻大宋战事平息 各行各业百废待兴 实力增强不少 即便是以后金人再打来 我们也有了足够的军事储备 皇上 皇上 你的心思 臣都明白 可是 此仇不报 我韩世忠枉为难死 韩将军此言非矣 朕的爱情也是死在金人手中 难道朕也枉为难死吗 与好战的金人相比 战乱 对我大宋的伤害要大得多 忍辱负重 比成一时之快 要痛苦百倍 但作为一大丈夫 就应该忍辱负重 能忍 常人之不能忍 能等常人之不能等 能受常人之不能受 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朕不是不想出兵抗戒 朕希望你能够深谙朕医 可是皇上 皇上 禀皇上 秦相国与张俊将军求见 让他们去御书坊等朕 遵旨 氏 李子军求求你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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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 折子上奏 他怎么说 他说 刘豫联络太湖的洋妖 逆谋恭送 行事危急 他恳请皇上下诏 允许他发命征讨 刘豫这个逆贼 竟然如此猖狂 念 听听岳飞怎么说 今外有北鲁之寇扰 内有流民之窃居 两者皆为朝廷之大欢 然狐贼随尽 为心腹之忧 其时流域 是他们唇齿之源 襄阳六郡地势险要 恢复中原此为基本 臣今以立兵赤士 一经报可 指欺北相 扶起皇上锐断 肃刺臣等施行 只要上流早见平定 忠兴之功赐地而至 皇上 襄阳六郡地势险要 恢复中原此为基本 岳飞一言极重 皇上明鉴 一言重地有何用 不错 夺回襄阳六郡 是有利我大宋巩固河山 但是你们想一想 万一兵败 惹恼了金人 难道又要再一次 让朕到海上去生活吗 好 不错 我 感谢观看